大家好,这里是佛之源频道,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福从天降。 未来十年,好运缠身的五大生效,发家致富及来临,尤其是他,俗话说三年一小变,十年一大变,一个人的一生,总会充满各种各样的变化和转折。 而好运指的是一个人,在某一年龄时期所收获的幸运,这些能够帮助他们,就算没有拥有足够的能力,一样可以取得成功。 下面我们就从生效运程的角度看看,未来十年,好运缠身的生效都是谁吧? 一生效虎,属虎的人气度非凡,他们拥有助成大势的潜能,就算先天不算富贵,但却有助好运气。 尤其是从明年开始的十年,将会是他们,人生中重要的时段,急心入命,稳坐命格,财心通气有根,表示未来的几年,尤其是二零二三年,二零二四年,将会因为流年金旺。 一生效虎,属虎的人将会赚到不少钱,婚姻大事,也会在这两年解决。 二生效蜀,属蜀的人聪明过人,精通理财,他们天生,就是金钱方面的专家,正财心入命,代表富贵的太乙心当空照。 未来几年的运势如虹,宏图大战,善于经营投资的他们,特别需要好运气,尤其是当他们要经营事业的时候,需要控制风险。 经过二零二三至二零二四年的大转特转之后,在未来八年,他们的财运将会暴涨,紫金实力也会越来越雄厚。 三生效羊,属羊的朋友,性格温婉,聪明可人,他们心思敏捷,有助异于常人的内心,他们坚定有原则,能够贫瘠住好运,让自己从明年开始走向成功。 近几年,近几年对于属羊的朋友来说,是充满挫折的。 生活中的苦难让属羊的朋友磨练了坚定的意志,同时还拥有了广泛的人脉。 而从今年起,因太阳,红鸾,地节等级星的陆续入局,未来十年,尤其是二零二四年,二零二五年,将会是洋人一展宏图的时段。 好运连连,不仅有望家官禁绝,而且可以财色兼收。 四,生肖鸡,属鸡的朋友,勤奋认真,智慧出众,有前瞻力和先见之名。 在二零二二年,肖鸡人可谓受到了病服,官服王神的影响,有破财之下。 但是从二零二三年开始,得天才、天喜、三台等级星的陆续加持。 消极人,有望遇到生命里的大贵人,从而找准人生目标,发掘自身潜能。 有望在未来十年里事业顺利,裁员广进,家庭幸福,身体健康。 五,生肖猪,属猪的人多福气,一生少挫折,性格温和,他们多才多艺。 虽然本领不少,却从不喜欢在人前炫耀,所以他们容易因为时间的累积,而变得气场强大。 十年的时间,在消极人的生活中,可能会过得很快,因为天生好福气,总有人在他们的背后,为他们铺路开刀。 当兄赢吉,未来十年内,消极人的日子红火,福禄双至,吉星回转,代表著富贵一求,财运亨通有如神助,生意可发,创业可成。 越往后的年份,他们财气将会越来越旺盛,除了收获财博,名望和地位同时都会有,不管做什么事情,都将会有极大的成就。 纳摩大慈大悲观,使音菩萨,保佑诸位,全家平安顺利,吉神相随,所求如意,逢凶化吉。 神智动达,幸福如意,心想事成,如意吉祥,万事圣意,财源广进,笑口常开,生意兴隆,蒸蒸日上。 福如东海,寿比南山,年年有余,世事顺兴,万寿无疆,真心祝愿诸位,增长福寿,如意吉祥,愿三宝加持和护佑,大实预测,生肖属鸡,属虎,属兔,属羊人。 十二月,有三件祸事发生,千万要留心,生肖鸡。 在十二月份,如果说哪个属性不姓,排在首位的绝对是生肖鸡,因为地支流年与太岁相冲,受到冲太岁的冲击。 属鸡人可谓是霉运不断,总是会遇到一些,令人百分所思,而又难以接受的事情。 比如遭受爱人的背叛,子女叛逆,在外闯下祸端,甚至还会遭遇一些交通事故,不仅给他人的生命带来危险,还要为此面临高额的赔偿。 总而言之,属鸡人十二月份,所需要注意的事项非常多,不管是工作,生活还是其他方面,都要处处小心,因为稍不注意,就有可能变得更加倒霉。 生肖鸡,生肖鸡,才洗银门,太阳高照,光明灿烂,但既得意忘形,当心会人才两空,男生各项运势都很好,女生则要慎访夫妻不和。 生肖鸡,有病复兴,留意身体健康,注意卫生,不要操劳成疾,生肖兔,属鸡人在十二月份,也是非常不如意的。 工作中可能会因为一时大意而犯下严重的错误,也会导致公司面临很大的经济损失,当然属鸡人,要为自己的失误买单。 而且部分人可能还会让面临被辞退的风险,这对他们来说是一场不小的打击,可能会让属兔人变得更加不自信,甚至还会自我怀疑,觉得自己是不是真的很差劲。 除了工作不太顺利之外,属鸡人在这个阶段的情感状态,也很糟糕,特别是恋爱中的小情侣。 虽然恋爱多年,但是却会出现信任危机,总是会因为一些小事怀疑对方,感情中缺乏信任是非常可怕的。 这段恋情,很有可能会止步于此,生孝羊,属羊人在十二月份,也要多加注意,将心待权。 所以财运亨通,生意兴隆,但要当心破财或陷入牢狱之灾,还是会遇到一些不好的事,但会有贵人相助化解,建议多做善事,广结善缘,随遇而安。 这个阶段发生意外的几率特别高,比如交通事故,高空坠落或者是被戾气所伤等等,这些意外都会给个人生命,和健康带来不小的威胁。 上榜生肖这个十二月份多加留意,送你一张逢凶化吉福,你的运势会开始逐渐上升,马上会有贵人相助,从而赚得盆满钵满。 那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,保佑诸位全家平安顺利,吉神相随,所求如意,逢凶化吉。 神志动达,幸福如意,心想事成,如意吉祥,万事圣意,财源广进,笑口常开,生意兴隆,蒸蒸日上。 福如东海,寿比南山,年年有余,世事顺兴,万寿无疆,真心祝愿诸位增长福寿。 如意吉祥,愿三宝加持和护佑,留下自己的心愿。 在评论里点赞祝福别人的心愿,自立等人,大愿就可以实现。 横财进家门,这五个生肖,年底前富贵大爆发,财神爷不请自来,数钱数到手软。 我们总会遭遇一些困顿的时刻,但是也正是因为有这样的难关。 所以我们,才会滋生对金钱的渴望,希望自己有一天能够赚到大家,因此就付出比之前更多的努力。 当好运出现的时候,那么心愿就能实现了。 下面这几大生肖,年底前会富贵大爆发,到时候数钱数到手软,生肖牛。 属牛人向来运势都是很好的,他们一生勤劳务实,穷酸晦气不进身,正因为他们一贯来自信稳重,不是个轻浮和急躁的人。 虽然因为太老实,穷了许多年,可属牛人直到今年年底,也该行一回大运了。 风生水起,再加财,属牛人与天贵心鼎立加持,多次错过的聚财机会,在今年年底里就注定能成,贵气满满,生意大成而求财有道。 属牛人在年底前,一定会大爆发的,赚得盆满钵满的。 生肖狗,属狗的人在今年到来的时候,就迎来了很好的财运,他们自信稳重,大气非凡。 今年的生活比起去年要好多了,财运当头最旺盛,穷苦也得化云烟。 属狗人在新春开年的时候,家中可帮衬自己的人越来越多,手头紧俏也可得财资助。 失忆的同时,能得到他人的鼓励而振作。 所以今年年底前的运势,红红火火,必定不凡。 相信在年底,一定能赚得足足的,数钱都数到手软的情况了。 生肖狗,属狗的人在今年年底前,也是会迎来很好的财运。 他们天生是慧智蓝星之人,更拥有自信热情的心态,和多谋善断的智慧。 从来也不是个落后者,在今年内的财运,是越来越风生水起。 虽然之前穷了许多年,但属蛇人自今年起,更有横财运要道。 穷了再久,也能如愿以偿。 生意掀起,事业后成。 财运来得早,今年的努力,到年底一定就能建财,可以给今年一个完美的总结。 生肖猪,属猪的人先前运势不顺,导致生活压力增大,钱财短缺。 然而他们注定会是个有后劲,也极其聪明的人,在年底前事业上,将会打一场漂亮的翻身仗。 求财有道,运势不衰,且属猪人的生活中将更多机遇。 年底前求财得财,求人得人。 风生水起是注定,自此不再缺钱花。 生肖虎,属虎的人性格强势,对自己的要求也很高,目标非常大,总希望自己能创造一番事业。 在未来两个月里,属虎的人运势极佳,财神爷是不请自来,特别是偏财运极佳。 有数不清的横财进家门,财富再上新台阶,荷包也变得鼓鼓的。 数前数到手抽筋,拿摩大慈大悲观,使应菩萨,保佑诸位全家平安顺利。 吉神相随,所求如意,逢凶化吉。 神智动达,幸福如意,心想事成。 如意吉祥,万事圣意。 财源广敬,孝口常开,生意兴隆,蒸蒸日上。 福如东海,寿比南山,年年有余。 世事顺兴,万寿无将。 真心祝愿诸位增长福寿。 如意吉祥,愿三宝加持和护佑。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。